用海南的海杂鱼进行煤解发酵 做了一款动物蛋白的一个肥料 吃海鲜长大的榴莲 对呀 你说是什么人才能种出来这么好吃的榴莲呢 我得问问 杜总 您好 您好 这都是你们公司种的榴莲 是的 这都是我们公司种出来的 说话不像海南的儿子 还有点东北口音呢 就是东北人 怎么想要种榴莲了呢 19年了解到就是咱们海南的一些老百姓 房间屋部有特别的种植榴莲开发结果的 我们也非常感兴趣 我们也到东南亚进行了一个考察 越来越感觉我们海南最大机会的 因为温度各方面非常相近的 昨天没人做成了 这事我们先挑战一下 就是不服输 对呀 那是它能种 或是早几十年没种成 原来我们五六世代 六七世代带过的种子 种的植生苗 从东南亚国家了解到 植生苗它的结果的概率 才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有一部分就完全不结果率 是非常正常的 同时因为它结果的时间 比较长 一般的你要是 今晚的好七八年 它可能才会开发结果 它的产量和结果的果形也不稳定 最长的有十来年才开发作果的 这情况也会有 所以说我们原来对榴莲的习性不了解 才有错误的一个认知 那现在你们这一块地有多大 有多少株榴莲 今年大概能产多少呢 我们今天在散亚这个种植的面积 是比较集中的 是7000公里 今年陆续的有1400多米的一个 陆续的开发结果 从这个现代的长势啊 是非常吸引的 在东南亚一般它都是四到五年 四年个别的会有结果的 一般都是五年正式结果 在我们散亚这块 三年多一点就开发结果了 气候有一点关系 二一点主要的原因 还是咱们采用了自动化管理 肥水自动化的 才能精准的给肥给水 包括病毒害防治 一些数据的专业的分析 那今年的产量有一功吗 每个株啊 根据它的树体的强弱 有留一个果的 两果的 三果的 五个果的 但是我们也留了几个 八个果的 也有我们为了榴莲的一个品质啊 我们自己啊 建了一个生物有机非常 用海南的海杂鱼 进行媒体发酵 做了一款动物蛋白的一个肥料 吃海鲜长大的榴莲 对啊 我们用那个花生饼 跟生物菌剂进行发酵 也做了一款植物蛋白的一种肥料 它对榴莲的品质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老百姓关心 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这个榴莲自由 今年到底能不能实践 我们下期分解